大家好,朋友们,今天是8月22号礼拜天哈,现在是晚上20点45分西班牙的时间啊,外边天还亮着啊,这个不过呢,今天啊,又有点闷 所以中午的时候啊,开了两三个小时的空调啊,这是我们家今年夏天以来啊,第三次开空调 晚上我们这一般22度左右,中午呢,有时候28度啊,这个远处那个海和天,那个分际线啊,又不明显了,乌吐吐的啊 跟那个给孕妇下奶的鲫鱼汤那种色差不多啊,这个就是我经常形容北京的雾霾的那种色啊 这一下天就开了三次空调啊,我这个衣服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点啊 你说吧,我这老抨击中国啊,这个,但是实际上我还很关心 这衣服我一看哪出的啊,made in Pakistan,巴基斯坦的啊 中国啊,这个产业都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啊 和这个巴基斯坦啊,孟加拉啊,越南啊,印度啊,厄瓜多尔,墨西哥啊 是吧,它是有很大的重叠 所以中国又想搞转型 搞转型呢,你又是一个专制国家 你呢,又不够自由 所以说呢,你在高科技的研发 是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啊,人人唯唯诺诺 金若寒蝉,点头哈腰 所以这种国家,你这种体制 你又搞不出来真正的高科技 于是说呢,搞什么弯道超车 啊,什么千人计划 那你是剽窃人家的 是吧,这个中国人吧,会整词 北京有句话叫顺 顺 他不说偷,他叫顺 顺手牵羊的顺 是吧 啊,就这个孔一己说啊 读书人的事 啊,偷书不能叫偷 叫窃 啊,盗窃的窃 是吧 所以这中国人吧,总是给自己的这个 不体面的行为找折 是吧 找借口 遮脸 遮羞布 是吧 你一旦给他这事一接 他就脑羞成怒 你看这中文脑羞成怒 他脑怒了 他翻脸了 为什么呢 实际上你揭穿他了 他羞愧了 所以他就怒了 脑羞成怒 是吧 哎,咱们呢 聊聊什么呢 聊聊啊 我不是在燕郊住过吗 是吧 燕郊啊 我在那住过 这个 哎,我们这燕郊 看见了吗 这个中国呀 保不了密 你这政治局开会 半个小时以后 哎,有点门路的人就全知道了啊 你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三河县 后来改成县集市啊 比较有名的是燕郊啊 看见了吗 市长说的话 哎,这全有 哈哈,是吧 在中国全是秃鲁 都是溜肩板不扛 玉事都是汤事 都是秃鲁 都是泄密 都是后门 加三 是吧 都是各种各样的特殊化 啊 走后门 关系户 破坏规则 不能一碗水端平 对不对 我们看看啊 三河市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一群 牛逼啊 number one first 哎,一群 这市长亲自弄的啊 这个群有484个人 然后有一个叫康城街道 叫王延熙的 他发了几张图片 就是他们在打那个疫苗啊 然后这是下午 下午的4点40分 市长出来了 市长这个姓比较怪 姓伦 伦 伦理 伦长的伦 伦敦的伦 伦绍金 绍兴的绍 哎 金银的金 叫伦绍金 他发的 他说重要提示 然后三个探号 说目前三件事急需再压实 再压实 再压实 要压实 大家知道吗 吃饭的时候有的人说一碗米饭多少钱 两块 两块使劲的拿那个勺子 拿那个有的是木头勺子 压压压 多吃点啊 也叫夯实 是吧 要压实啊 他是给下面压活呢 他是政府的一把手吧 对不对 他说一 是小区等门口 查控 验码 发现未接种手针 做工作 现场打 啊 我在燕郊的我们的邻居那小区就 有那个搭上一棚子啊 就那种简易的棚子 就他们开始截住打 查控 要查你 控制你 验码 验你的那个健康码 发现没接种的 第一针都没打的 要现场做工作 现场打 二 是借口 有病没病 就是不打的 大有人在 大家听懂了吧 听明白了吧 借口有病没病的 他那意思 有的人是装病 不打的 就是抵触的 对这个国产疫苗的质量 表示质疑的 大有人在啊 不能放手 放过 软硬兼施 盯住不放 做工作 听见了吗 软硬兼施 扯住你 拉住你 软的招也出 硬的招也出 胡萝卜 加大棒 软硬兼施 设身 处地 是吧 撒泼打滚 是吧 这个又是威胁 又是 央求 央个你 是吧 什么招都出 你只要把这事办了 你用什么招都行 是吧 说三 是马上给接种的医护人员开会 这些人 在一线 这些医护人员 给他们施加压力 想不想干了 对吧 现在中国自从这中美贸易战 是吧 这个出口减少 投资减少 对吧 三架马车吧 一个出口 一个投资 一个消费 现在都不行 是吧 大量的人失业 好歹 在这些医院里上班的 大夫 护士 算个比较正式的工作 对不对 这些人也特别难 包括居委会的人 他们知道不知道 自己挨骂呀 是吧 用天津话叫奶骂 都知道 没办法 硬着头皮 是吧 挣的就是奶骂的钱 对不对 所以给他们施加压力 对吧 他那饭碗 说是铁饭碗 实际上是泥饭碗 你这饭碗就掌握在单位领导的头上 对吧 身上 手上 严格按照五类禁忌症者不接种 有五类人 你有某些病的人确实不打 但是其他的就打 我听说现在山东省金香县 金香鱼台 济宁 属于山东济宁 在鲁西南地区吧 离徐州啊 离河南的州口啊 离安徽的府阳啊 这个宿州啊 宿县啊都不远啊 四省交界 苏鲁玉碗 金香出大蒜 那这儿出大蒜 这个像衍州出煤矿 屈府 孔老二家乡 是吧 这个济宁那边咱也熟啊 咱平汤 咱哪都熟 是吧 这个山东金香县 他们要给一个102岁的老太太 啊 给一个102岁老太太要打疫苗 结果头一波说派了四个人去 一看老太太都那么大岁数了 没打 没打回单位 这去了四个人 给这四个人都给撤了 啊 都给撤职了 不知道是临时性的啊 有时间段的撤职 说你回家待仨月 就没工资 还是说彻底给他们撤职了 我也是听人转述的啊 后来说又去了一波人 去了一大波人啊 好几十人 四辆车 但是一看见老太太岁数太大了 就回去了 但是之前那几个人可能就替罪羊 认为你不作为啊 你工作是吧 没力度啊 我是听说的啊 那么绝不能五类之外的明哲保身 不敢打针 明哲保身有什么错吗 我为了维护我自己的健康 我怕出差错啊 这不是香港台湾 咱甭说美国了 香港台湾都死了不少人了吧 好像台湾死了五百多吧 香港死了二百多 是吧 当然 呃 往年其实打其他的疫苗也有问题 也有死人的 呃 只不过没有这么多人关注 也没有这么集中 是吧 你包括这个流感啊 你不打很多老人就死了 打也有人是吧 不小心或者因为这个他有过敏 他自己不知道也有死的 但是这次确实集中啊 引起全世界的舆论的关注 这儿还有一个叫崔浩全的啊 然后下边人说了收到收到啊 市长说话了 你敢不收到吗 是吧 啊 因为我住个三河住个燕郊 那么我我知道原来的市长不叫这个名字 我特意查了一下资料啊 这个人呢 伦绍金呢 1972年 10月还是12月的年底的72年 是数数的 今年49了 他是唐山人 在唐山的古野区啊 当过官 后来还唐山市委副秘书长 后来还到新疆原疆干部 在且莫县啊 在且莫县 好像是巴州 巴英郭勒蒙古自治州 且莫县 还挂职啊 担任过一个副职啊 后来 今年的7月份啊 紧急的7月份 应该是之前三河的市长 应该是出事了 应该是啊 为什么呢 他不正常 正常的换届 是每年的这个 像这个县级市 一般都是每年的二三月份 举行这个两会啊 当然 那个 政协是 是完全是陪衬啊 是一个花瓶 人大 他有任免干部的权利 当然人大是看上一级 都是上一级任命的 人大是表决机器 是橡皮图章 正常是每年的年初 春天的时候 过完春节 中国人们讲究过春节 农历年 对吧 但是7月份啊 我没有看仔细的在看啊 那么之前的市长 应该是出事了 也有可能是高升了 总之他不是一个正常状态 他7月份调过来的 从唐山调来的 这人是个唐山人啊 这个北三县 三河 大厂回族自治县 和湘河县 这个都叫北三县 是河北省最大的一块飞地 什么叫飞地啊 它属于河北省 但周围都不是河北省 它是飞出去的一块地 周围是天津和北京 被两大直辖市包裹着 其中这个大厂回族自治县 它原来就是三河的 那一片呢 回民多一点 后来给单独落实民族政策 成立个民族自治县 湘河偏南 湘河偏南啊 这个三河这边我也熟 什么燕郊镇呀 齐心庄镇呀 什么小寒村呀 什么高楼镇呀 是吧 这个三河的首富 李福城 当地人有点口音叫李福城啊 李福城 李福城搞那个羊肉片啊 原来我是他们的客户 我一次订个三千多箱吧 啊 然后那个去他们那订啊 订羊肉片 北京有几个大单位找我要啊 这个那个大单位的工会主席 我跟他们是把勾打连环 勾打连环 勾心斗角 勾着哎 哄着哎 然后这个李福城后来做房地产 也发了财了 那会李福城那个福城集团啊 跟我联系的是一个姓董的一个山东德州的胖姑娘 那大胖脸特别大啊 特别胖 特富泰 吃什么都长肉啊 每年过完春节 我不是老要他货吗 过完春节 请我搓一顿啊 有一次还遇见了李福城的大老板啊 然后还给我介绍 还寒暄了两句啊 这个李福城是俩儿子 有一个儿子是大儿子我见过 是那个给他忙活场子里的事啊 二儿子好像是在社会上混黑道的啊 反正他也需要各种保护 灌面上黑白两道是吧 大儿子是个小矮个 长得有点像陈希同的儿子 陈希同的儿子 陈小彤我见过 还有个叫陈小夕的 我没见过 陈小彤是那个新世纪 新世纪饭店的副总经理 那好像外方是日本的全日空 ANA 中方是哪来着 我忘了 新世纪饭店也是我的客户 东边的西元饭店 北边的首体 首都体育馆都是我的客户 首体工会有一个德老师 道德的德 一个蒙古族的老太太 现在退休了啊 这个德老师 嗯 这个 好 朋友们啊 这个李福成 后来他那个孙子死了 特别狂 这李福成 听说那会儿搞拆迁什么的 房地产开发 听说他打死过人 有人命 啊 听说还有的那个 建筑队 给他干完活 不给人钱 还打死过人 听说是啊 然后他那孙子开一大奔吧 还是一大宝马呀 好像对面来了一个小面 俩人一错也不知道没错好 儿子 孙子 翻到那个臭水沟里死了 不知道是大儿子的儿子 还是小儿子的 可能是大儿子的 死了 可能就得没孙子啊 当然李福成啊 据听说 那会儿我不是他们的客户吗 据听说啊 他外边还有个小老婆 又给他生了一个小闺女啊 也是这正常吧 在中国这么大老板 如果就一个小老婆还算多吗 前两天双会 是吧 双会的那老板 都81了 跟他的儿子 所谓的皇上和太子闹翻了啊 说是现在的贴身秘书 据说也是他的情人 原来是个保洁的阿姨 当然长得不错 比他又年轻好多 这女的呢 有老公 是原来双会集团的一个 保安的媳妇 后来也不怎么回事 跟他就勾搭上了 是吧 这种戏码也挺多的 是吧 也挺多的 三河呀 大厂啊 那一带也是挺乱的啊 那官厂啊 是吧 这里边的利益 是吧 有人给我都报过料啊 但是人家说别说 不让我说 说你自个知道就行了 香河那边我也熟 那有一个天下第一城 是那个北京国安 就是那个中信 中信国安搞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 北京国安俱乐部 那个足球俱乐部 在那有个训练基地 但是那搞的房地产 应该严格来说 有点资不抵债了 天下第一城 香河那儿 有一个姓王的啊 给我送大米 他从东北进大米 然后倒腾给我 中间挣我点钱 我们合作了有23年啊 还有一个姓杨的 做杂粮的 在这个回龙观 城北大市场 我们也合作了 有个六七年啊 这人都不错啊 那边人都老实八交的 香河肉饼 是吧 香河肉饼好啊 对不对 这个好吃 是吧 有一回我带着我岳母 还有那个 我媳妇的外甥 也管我叫 叫叔叔啊 实际上他应该跟我叫姨父 他一般习惯 我管我叫叔叔 我们去那儿吃香河肉饼 香河还有家具城 我那会儿带着内蒙古 西林郭勒蒙 这个东乌齐 东乌齐叫 带了几个蒙古的啊 蒙古的马拉钦 蒙古的蒙古人 马拉钦 就是牧民 马拉钦 就是牲畜 这个牛羊马 这个马拉钦 就是放牧的人 带几个牧民 我还带他们去买过家具 便宜 香河家具 整个华北地区都覆盖了 还有一个小桥 一个山东省谭城县人 就是属于林椅 山东最南边一个县 挨着江苏的东海县 东海县是在北京做甲镇的 各种甲镇件都是东海县人做 这小桥在我这干过 后来走了啊 走了之后去香河那边 一个家具厂给人打工 干了半年左右 又要回我这 为什么呢 不给开支 那老板让他们去跟别人打架去 争夺地盘抢生意 就是不给开支 以这个为要挟 哎 你们就给我打架去 他说太可怕了 是吧 回头再把命给丢了 好吧 朋友们啊 燕郊的朋友们小心了啊 瞧一瞧 看一看了啊 大家都要小心了啊 这个北三线啊 我们常去过去 常来常往 好多小区 我都认识 还有北三线 搞维权的人 我也认识 燕郊 燕郊有个小区叫纳丹堡 是吧 纳 纳米比亚的纳 丹 丹麦的丹 堡 堡垒的堡 那个小区搞维权的人 我也认识 为什么呢 他那名有意思 后来出了好多质量问题 跟物业 跟开发商的纠纷 纳丹堡的谐音就是 哪儿担保 哪儿担保啊 哪儿都不担保 没谱 不靠谱 有问题 中国的房地产 中国的小区都有问题 那会儿我们经常搞着业主维权 这个北京市叶申伟 在新大都饭店 新大都饭店总经理叫石鹿鸣 我还去应聘过采购员 是吧 后来没录取我 看我太 是吧 满嘴跑舌头 满嘴跑火车 我们那会儿 叶申伟开大会 燕郊的也来 天津的也来 都奔着北京来 好吧 朋友们就聊到这儿啊 谢谢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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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